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政府准备了许多丰富多元精彩的静态展出以及动态表演 欢迎所有的台北市民来自各地的民众以及国际友人一起来参与这场盛宴 今年的灯会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城市交融的灯会 从中校附近捷运站开始 沿着东区商圈到国父纪念馆 松烟文创到市政府台北101连结信义商圈 同时我们台北市12个行政区每一区也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灯区 我们也把灯市与台北市的街道巷弄结合 形成整座城市宛如光郎 在元宵佳节我们让全台北亮了起来 来传递新春到来的喜悦 另一方面我们也透过艺术入店 也就是让大家来赏灯之余 也可以走进台北的巷弄店家 逛逛街 吃吃美食 喝杯咖啡 享受属于台北的悠闲片刻 同时大家来台北只要搭乘 透过我们便捷的大众运输工具 就可以逛遍我们整个灯会 所以2月5号到2月19号 为期两个星期的灯会 欢迎大家跟着我 沿着我们的光的轨迹 来到光源台北 来深刻的体会 我们台北多元创新的魅力 以及热情 包括行政院长陈建仁 交通部长王国才 市长蒋万安 基隆市长谢国良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及各国驻台使节代表 都出席台湾灯会开幕活动 民众也纷纷涌入现场观看 截至当日晚上10点指 赏灯人数合计658,315人 这么多年来 我们已经看到台湾灯会 在每一个县市都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特色 展现出当地独特的历史跟城市的魅力 也吸引了许多的国际观光客 来台湾 台湾灯会经过多年的努力 已经成功地被打造成为一个行销 台湾的重要品牌 今年是睽違23年后 重新回到了我们台北来举行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回到最初的起点 也代表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欢迎全世界的旅客来到台湾 看到这只兔子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眼熟 因为艺术家用特别的技术 在机器兔上的脸上 呈现了郭幸存的笑容 真的非常的有创意 那么这次的展出 也结合了在地文化和创新科技 许多城市的建筑跟景观 都成为我们灯展设计的一部分 非常的特别 那么像是我们东区商圈光展区呢 装置艺术家陈浦先生 打造了12米高的Future Shuttle 未来穿梭兔子洞 象征通往无限想象的通道 大家在远东搜狗的门口 就可以看到真的很吸睛 在其他的展区 也有许多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 展现巧思 带来许多的精彩的创作 大家都晓得 在役后这一段期间 我们大家都很盼望着 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我们也努力的来从中央跟地方一起配合 来使得台湾在役后 不管在经济社会的任性的强化上 或者是在全民共享 经济成果的努力上 我们也订定了特别的条例 希望能够每一位国民多花6000元以外 我们也会特别照顾中小企业 而且会照顾这个中低收入户 和特别需要照顾的弱势的团体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大家都充满了爱心 在未来 这一个特别条例的特别预算当中 我们会请我们的交通部 特别来推动台湾的观光产业 在疫情期间 台湾的观光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疫后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各项的努力 包括我们邀请国外的重要的旅行公司 来台湾来推动我们的国际观光的活动 另外我们也来补助各个观光产业的链接 里面所有的产业 包括了观光旅游 还有这个运输业 我们希望还有中小企业汤仓 我们希望都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 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台湾 看到台湾的美丽 台湾的友善 还有台湾怎么样的现代化的经济发展 就好像今天我们展出的玉兔的主灯一样 让台湾的科技跟台湾的艺术 跟台湾的友善能够结合在一起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丽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怎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怎么在世界上 能够有各项方面都能够领先 包括我们的自由民族 到多元开展 以及我们的科技产业 还有我们很重要的艺术的发展 都在在地显示 我们台湾人的光荣 台湾灯会带给台北市庞大的人潮前潮 极可观的观光亮能 别具意义 这也是疫情解封后 台湾迎接的第一个国际大型节情活动 欢迎市民及国际旅客 一起参与这场盛宴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现场的朋友给我们最热情的